长长人龙排队人潮不止店外 就连店内也拉起红龙 甚至一群人围住展示台 抢着体验试用 整间门市几乎快要被塞得水泄不通 华为新款手机Mate60系列热卖 引发台媒高度关注 台湾媒体不仅聚焦华为新机 在大陆及海外市场的销售情况 还重点关注了该手机的功能 以及芯片技术 惊为天人 华为旗舰新机Mate60 Pro 网速竟然和iPhone14 Pro差不多 能支援5G网络 还有捅破天的卫星通讯 柴姐发现神秘力量 就是靠旗下海思新款5G晶片麒麟9000S 但问题来了 美国封锁禁令下 这到底是怎么做的 麒麟9000S 它的制程晶片比较大 而且大大概将近50% 所以这个应该不会是之前的库存 应该是中芯国际 台湾媒体报道称 麒麟9000S芯片横空出世 意义非同小可 它不仅代表大陆在芯片技术 和量产能力获得重大突破 更代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科技封锁 已经失效 代表中芯国际是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 同时美国也有可能因为这个事件 再度加强对中国大陆相关 半导体先进制程设备的管制 台湾媒体人谢寒冰 在政论节目中感慨 美国试图抑制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可是未来三到五年 中国大陆获得技术突破之后 就再也卡不住了